鹤岗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地级市 这里因为央视新闻报道的白菜房而为大家熟知 因其低廉的房价吸引了很多人想要去鹤岗买房 但是在鹤岗生活到底怎样呢 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 老马决定租个房子体验一下 众所周知东北冬天室内非常热的 所以我和信哥把所有的货币都脱掉了 非常符合逻辑也是非常合理的 我身后呢就是鹤岗这边最大一个商场 让我们看看30块钱能在这边买些什么 这边没有必胜啊但是有饱了吗 披萨9块9一个 炸鸡腿12块5个 老板是不是12块5个 那我来5个吧 虽然是那种小鸡腿 但还是很便宜的 炸的还挺好吃的 脂肪也很粗 其实这个价格只要炸熟了 然后吃的不行的都算挺好的 老板这糖糊润多少钱啊 3块钱 我拿一个橘子的 好的 这些都是3块钱的 是不是李渔频道的 我们是自媒体啦自媒体 那我这糖糊润会不会说 还是有点难度的 有我们的影响力 3块钱一个的糖糊 卖上也非常的好 这个橘子都是那种结冰状态 你吃起来感觉就像那种橘子冰沙一样 大爷你这算命了 算一下多少钱 20块钱 算个准一分比较多 算个10块钱呢 行 打个 啊 搁里面是 等着里头都不复了 有啥说啥别生气 面相不看吗 光看手相啊 我就卡10块钱了就行了 一生当中你吃喝不去啊 知道吧 哦哦 你这人遇到事儿犹豫 啊 脑袋够用 小孩儿将来累不着你 你脚踩帮着转悠悠 你食欲不来莫强求 性的就是运气转 只有好事咋够的 下半年和来年都有喜事儿 你别说你事业上 工作上都往上走 是 谢谢 嗯 速度还行 89的时候 一生当中吃喝不去 我能活到89呢 嗯 对 支付宝 我没有支付宝啊 微信 微信我也没有 有现金吗 没有 去小店找给你 阿姨你多大了呀 我呀 嗯 78了 感觉你像60岁呀 我还像60了 对啊 你怎么会说话 实话说感觉你经济神特别好 没有我点的 我都说 你不能这么说 你刚刚还说我89呢 嗯 我跟你算一下 你最起码98 真的啊 对啊 谢谢阿姨啊 咱们还是最后的5块钱 我们去吃一份烤冷面吧 嗯 嗯 老板我拿份烤冷面 好嘞 5块钱一份的烤冷面 里面有洋葱鸡蛋 或者这样和辣椒 份量还是很足的 嗯 好吃 这边的消费说实话是比较低的 不过很多东西也是很贵 我看看 然后还是比它透一点 就是这个 能有便宜一点的吗 感觉好贵 都是三四千两三千的 厚的应该八九八百九十九 一千一百九十九 哦 好吧好吧 所以说厚港这边物价也是应用异的 低差比较低 高的话也是非常高的 下面来说一下厚港油甜点吧 首先它的物价比较低 所以它的吃饭啊 生活都很便宜 第二个它的生活节奏很悠 可能很多人关心厚港的网速怎么样 这个我看它宽带是有100兆网上的 比较令我意外的是 这边是有5G的 聊完了优点 我们来聊聊缺点 那它的缺点呢 就是第一 它的工资真的不是很高 工资一般在两千三千这样子 第二呢 它的天气也不一定算一个优势 我们外面呢 大概在-8度左右 晚上可能到-15度 而且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最冷的时候可能达到零下的-30度 就非常恐怖了 所以说厚港可能并不适合大部分人 但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狂喜 我们这次就采访到了一个流浪吧老哥 就是这位老哥 穿着-穿着短袖 可能是屋里太热了吧 哈喽哈喽 这里面真的超热 反正在里面穿个短袖可以了 大哥能不能问一下你多大了 真好四十 你为什么要来赫港 因为第一吧 没有那个动力了 因为我跟我夫人的话 跟我前妻离婚了 他比较喜欢打牌吧 走得很厉害 输了不少钱 这个咱们劝也劝不过来 然后离婚也离几年 然后我前妻现在他也另外找人了 你之前在东莞待了多少年 准确的来讲04来年底到东莞 然后在东莞的话那边也买过一个房 买过一个房后面因为家里人赌博了 这个赌钱把那个房就卖掉了 那时间的话卖也就是卖200万不到 然后我跟我太太的话就一人分一半钱 然后后面他这钱又全部堵掉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指望了 但我说我不可能说住一辈子出租房 刷完一过来 然后是不是当天就买了 当天就买了 听听说好 就从打电话到付完房款 不到半个小时吧 我去 这么快 就是5万块钱就给了 对 包括打完这个购房合同 包括给完钱 我去 从我打电话到全部试了 大概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吧 我听你都说好像就是你看了第一套房是吗 第一套房你就决定下决定买了 所以我笨 笨在什么地方呢 我连最简单的货币三家的道理 我都没有想到 我太懵了 隔了个两三天 我才看到对面那个窗户上面 它是贴在那边 它窗户上也贴了才卖 我一打电话人家才卖三万 所以我就这么迫不及待 所以这玩意 就说它再白才价 你还得货币三家 顶楼是最便宜的 打比方 现在顶楼六楼 它可能值五万块钱四万块钱 四楼可能值六万七万了 三楼二楼又不一样了 那可能就真的要值十万块了 哦 差距这么大 对啊 我不账户原来 因为年轻人最好还是在外面奔斗 我这种案例是比较极端的 因为我是属于美奔斗的人跑这边 如果换成我家庭里面 我的婚姻生活没满 我父母亲的话 这个大家庭也是OK的 把死我都不来 白送我都不来 你就不是说白送我一套房 你说贺干的对 白送我十套房 我也不能来 年轻人不要来 来干嘛 我都不想来 我是被逼的 哥 你以后找对面有什么打算 能有的话 以后有这个运气 能笨到 以后不嫌弃我 然后我又觉得对方比较实在 但是首先一点 我要有言在先 这地方挺冷的 当然我是不可能去到女房那里 女的有房 两套房 女的有两套房 那可以 那我就把这个卖掉呗 我其实还是很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能有一个家庭 能有一个伴 人嘛总有一个伴 这样会人内心的话就没那么孤 孤僻 李哥你觉得你会一直待在这吗 我现在也不确定 因为这边唯一最大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冷 室内是没问题 室外太冷了 所以我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的话 也可能会去到南方生活家来 请老哥吃了一顿饭 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 留在一个城市 可能并不是那个城市本身有多么大的魅力 而是那里有想要珍惜的人 或者想要追逐的梦想 我在后港一共待了八天 能享受这边的慢生活 但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 我们去离开这里 踏上新的真诚 那这就是本期的视频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一个三连哦 咱们下期再见